确保药品安全是共产党义不容辞之责。 看中国2018年7月26日讯,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母亲,带孩子去注射白白破疫苗, 注,白日咳,白猴,破伤风三合一疫苗,却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火蹦乱跳的孩子变得无精打采,火力全无,萎缩抽搐,直至最后终身残废,甚至死去,那种叫天天不明,叫得了不灵的无助,恐慌,悲哀与绝望会瘫坏你的神经,撞击你的心脏,会让你痛不欲生。 现在的中国就涌照着这样一种恐慌,愤怒与绝望。 此时此刻谈共产党的责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但不能不谈,因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承诺。 习近平在长生生物公司的假疫苗案爆发,沉默几天之后终于发生了。 他说,长生生物违法违规,将受到调查,并称,确保药品安全是执政的共产党义不容辞之责。 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已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相信这种承诺。 这样的话,政府说的太多了,民众的耳朵都听出了老简。 说什么确保药品安全是执政的共产党义不容辞之责? 这是天大的笑话。 疫苗问题根本就是一个老问题,执政党从来就没有有效地解决过。 一位网络携手整理了过去14年来疫苗事件的公开信息,这些事件从2004年在江苏宿迁市发现的假疫苗案开始,一直到上个星期爆发的长生假狂犬疫苗案,共发生了十来次。 实际上,笔者做的功课显示,到在2002年,大量假冒人血白蛋白、假疫苗疫苗和假狂犬疫苗就已经出现在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等省市。 有关部门当时,有关部门当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查获了19起11批假疫苗案件。 在这之后的十余年中,假疫苗案又发生了十多起。 2010年发生在山西的假疫苗大案导致近百名儿童或死或残。 每一次疫苗案发生后,政府都说,严肃彻查,绝不姑息。没过多久,它又发生了。 要说确保药品安全是执政的共产党义不容辞之责,常称生物公司董事长高俊芳最有发言权,他就是共产党员,是这家公司的党委书记。 据传,过去几年早有对这家公司的举报,都被高俊芳的后台老板压住了,但他几个月前退休了,所以就压不住举报了。 这家公司生产的六种疫苗产品中,有五种在同一时间被一个中国制药企业管理协会,评选入全国制药行业时大名牌榜单。 目前公司已有两种疫苗被抽检发现问题。 此外,这些疫苗大王,包括高俊芳,以行贿的方式获得疫苗的生产许可,也已浮出水面。 这种发财质上,罔顾人命的共产党干部凭借权力,早已沆泻一气,勾结串联,形成网络,依靠这个暴力行业迅速增加个人财富。 至于药品是否安全,根本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 在这次疫苗案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应对就像过去处理粒子公共危机爆发的方式一样,首先做的就是掩盖危机。 山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17年10月31日,发了一个关于处理不合格百百破联合疫苗的通知, 曾经检查,长春掌声生产的百百百破疫苗有25万余支不合格,要求召回,但这个通知不予公开。 这就致使不合格疫苗进入了数十万儿童的身体。 为了掩盖危机,政府也像过去处理公共危机一样,紧忙着删帖,控制舆论。 一个奶粉都管不好的人,居然让他去管药,就是一个被网监部门屡次删掉的帖子。 文章直指共产党独职,说的是2009年3月,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贤泽因三路事件受行政纪或处分, 几个月后评调到药品安全监管司任司长,2012年9月升任国家食药监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 此外,任凭关乎公共健康的疫苗生产被几个无粮商人长期败持,政府长期无所作为, 有谁会相信这一次习近平会来真的? 疫苗之王一文披露,长生生物,武汉生物,深圳太康,北京敏海还有江苏省被同样的三个无粮商人控股, 这是几乎所有的家长感到绝望,中国90%的孩子都是用的这几个公司的疫苗。 这个社会已形成了互相残害的邪恶机制。 整个社会溃败,不变善恶,不信报应,正不压邪。 对此,这个执政党难辞其咎。 这样的国家一旦走向世界,必定祸害世界。